代表我的工作就是我的白頭髮 一來就因為做到 做白頭髮出來 二來就因為我的工作 是營運一間銀髮的模特兒 和市場的公司 腦袋其實又不是香港才有的一件事 歐洲很多模特兒公司 是開始找一些 整頭八發的 甚至已經是七、八十歲了 去逛Catwalk 設立了一間公司 它的服務就是模特兒和市場 但我背後做所有事 有一個目標都是 我想令社會大眾知道 老了不是一件很可怕的事 做一些廣告拍攝工作 亦都有一些電影工作 電視工作 聊天或拍攝工作 他一定會做到半小時 Value 即是他自己的進入 他覺得這個是一個商業的拍攝 最後我的事情是出到街 我是有參與當中的 做這間公司最開頭 都是因為我喜歡和上一年級的人接觸 讀張佬的過程 很多時候你會和外面的世界 會有很多接觸 你做大學線也好 花十次拍攝也好 漸漸我覺得這件事 是形成了你怎樣去 看一個世界 或者你怎樣知道 什麼是適合自己 或者什麼是好的 人民館是很神奇的一個地方 即是你去到半夜三間 都會有些人好像喪屍一樣 你走去 但其實他們又在做事 那我覺得這個氛圍 即是我現在不專業這麼多年 都會很記得的一個畫面 我覺得是一個態度 令到我們覺得 因為我想做好一件事 我覺得我應該給多一點進入 我想在張佬學到 或者在我工作的過程 其實我都是繼續去學習 做很多次的研究 去想題目 其實就不停死了 再復活 世界變得那麼快 繼續更新去 其實世界是怎樣運作 所以我沒有停過學習 我覺得自己 做公司 開公司是很重要 因為很多東西都是新 而我們現在做的那件事 是超新 沒有什麼記憶可以看得到 那個意念只有空講 但是在學習的過程 其實你就是將它 怎樣去演繹出來 策劃 即是實行出來 不是一本書教到你的東西 但是在人民館裡學到的東西 而這件事我覺得是 你可以帶走 是可以跟你一輩子的東西 在上面 在某些時候 你相信我有一樣 在某些時候 咱們可以拍攝 在某些時候 就是無故 所以我會看到 我覺得會明白